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单元11 就是华台往复定位控制的一个Part3 就是我们实际的一个实验以及结果 我是授课老师周杰彤 那么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会介绍 华台往复多段定位变化控制的一个硬体配线 以及它的一个实验的作动情形 这一张是我们这个实验的IO表 那么左边是input输入的部分 S0.3是接到这个定位感测1P的位置 那么S0.4是2P S0.5是3P S0.6是4P 有四个定位点 那S1.0是移载币的上限 S1.2是它的左线 那S1.5是启动开关 S1.6是停止开关 S1.7是紧急停止 那右边是输出output Y0.0是控制马达正转 Y0.1是马达反转 Y0.3是移载币下降 Y1.4是让移载币右摆 好这张是我们实际的一个硬体的配线图 那么在这个华台的马达呢 Y0.0是让马达正转 Y0.1是反转 那么下面绿色的话呢 我们接到这个华台1P是接到S0.3 那么华台的这个3P是接到S0.5 4P是接到S0.6 那么右边的话呢 红色是接到24伏特的正极 黑色是接到它的负极 这个就是我们的实验的一个硬体配线图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实际来介绍这个实验的一个配线 以及它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实验呢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马达的正反转 然后带动螺杆 来控制我们这个滑台的一个前进跟后退 那么左边我们看到黑色的是我们的光遮断器 那么它现在这个手臂到了它旁边 它有一个金属挡片 那么挡住这个光遮断器的时候 它的LED就会熄灭 就代表到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它移到最旁边 最旁边那个是4P的位置 那么接着它再往回走 再回到它的这个圆点 那么圆点我们就是1P的位置 那所以它现在马达的正反转呢 就可以让我们手臂呢 的这个滑台前进跟后退 它现在回到圆点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看到 马达的这个正反转 那么现在马达它正转 那么手臂呢就往左边移动 那现在马达逆转呢 那手臂就往右边 就回到它圆点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马达的正逆转 就可以控制我们滑台前进以及后退 那这个这个马达呢 经过减速机在带动我们裸杆 那么这样就完成了我们整个滑台的一个控制的实验 好那么接着我们就透过了这个单元的一个学习呢 我们可以可以了解滑台往复多段定位变化控制的一个硬体配线 实验的过程以及结果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单元呢 我们将会以其他更多的一些实际的范例 来为各位同学介绍这个顺序控制的阶梯图的它的一个应用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 谢谢